球场风云多变化,精彩赛事抢先说,大家好,我是球老师,在正闻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订阅,谢谢大家。 团队至上,勇士老板正式表态,格林做出无情决定,威金斯盈利好,斯蒂芬·库里和安德鲁·威金斯的受伤让金州勇士苦苦挣扎,球队正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回归。 自本赛季开始之后,威冕冠军勇士就渴望着捍卫自己的荣誉,他们保持了绝大部分的核心阵容,所以他们依旧被认为是强有力的争冠队伍,然而,糟糕的战绩正好与我们的预料相反。 对此勇士老板也对勇士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表态,我认为我们没有威金斯盒库里是没办法办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并不能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打得如此挣扎,输掉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比赛, 但我们是一个团队,过去几年我们一直都是全联盟最好的团队,我崇尚团队至上的理念,所以不论球队取得怎么样的成绩我都会站在他们身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格林做出无情决定,如果德雷·蒙德·格林在休赛期选择跳出勇士的合同,他将会在赛季结束后成为自由球员。 离开勇士,据FoxBoss知名记者Bill Simmons的最新报道称,格林团队的一员告知我格林已经做出了决定,在休赛期将会离开金州勇士。 这位成员告知我格林与普尔的冲突之后,格林就已经下定决心将会离开勇士,而Bill Simmons也将格林的这个决定叫做无情的决定。 因为目前的金州勇士正处于困境之中,但是格林已经想到了赛季之后,这让人们觉得有点不厚道。 如果格林进入自由市场,他将年满33岁,尽管如此,他依旧全联盟里出色的防守运动员,他的球伤和打法使他找寻下一份工作的资本。 而格林最大的问题是,格林对待队友的方式,从当初的杜兰特到现在的乔丹普尔,都证明了格林情商之低,但依据NBA的薪资专家暴毙马克思的预测, 格林下赛季最高也就只能拿到2000万左右的年薪,而勇士在本赛季相继签下威金斯和普尔,所以很难再给2000万签下格林。 威金斯迎来利好,据勇士的随队记者Anthony Sater最新报道,表示,球队的运动医师已经同意安德鲁·威金斯与球队进行训练,这对于威金斯和勇士来讲无疑是好消息,球队目前因为伤病原因有点一窥千里的感觉了,而威金斯的归来,能在进攻端极大的帮助球队,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科尔也是强调球队必须注重对于失误的控制,要打得更加的有耐心,科尔说的这两点确实也有道理,现在的勇士失误太多了,一旦进入到关键时刻,在没有酷利的情况下球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慌。 目前赛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就像科尔赛季前说的,等赛季会边打边培养年轻球员,所以到现在哪些球员能培养,哪些球员能进轮换估计科尔心里应该有底了吧,还是希望勇士能尽早地找回赢球的状态,重返争贯行列。 恭喜勇士,包夹马刺,库里正式表态,勇士还在等待机会。勇士在本赛季可谓是一波三折,在开赛时由于对内矛盾和球队计划问题让勇士战绩一直落后,而当勇士逐渐找回状态后,当家球星库里却突然遭受伤病缺席比赛,这对于以兴未免冠军的勇士而然是致命的打击。 据ESPN记者麦克马洪报道称,勇士目前对于得到破尔特尔十分感兴趣,而且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报价,勇士管理层希望通过交易怀斯曼得到破尔特尔,对此马刺管理层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勇士对中锋的外线投射能力并没有太大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更加需要中锋的抢篮板能力和内访能力,而破尔特尔的到来却能够解决他们在内线的问题。 216厘米的身高让破尔特尔在篮下有着与生俱来的身体天赋,在冲抢篮板和内线防守方面更有优势,同时他的到来也能让勇士中将在外线投篮时更有自信。 而怀斯曼对于马刺来说也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怀斯曼的年轻让马刺有着更多的操作选择,马刺目前正处于追求文斑亚马的状态,如果马刺明年能够得到文斑亚马,而且怀斯曼也足够年轻, 可以通过培养怀斯曼让马刺的内线再次崛起,或可以在得到怀斯曼后,添加筹码为文斑亚马换来更适合的帮手。 库里在勇士中的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从库里银商缺席的比赛中可以看出,勇士没库里是真不行了,进攻如一盘散沙, 关键时刻或是当球队陷入得分荒的时候根本没人能够站出来得分,而一直被认为是库里接班人的普尔, 在本赛季却成了不能打硬仗的球员,只能打顺经不能打逆境,而目前球队的排名已经跌出季后赛席位, 这对于库里来说可谓是压力巨增。 据The Athletic的记者周文布哈最新报道里提到关于斯蒂芬·库里的采访, 斯蒂芬·库里表示,目前我们的战绩十分糟糕,很明显,我们在进攻端出现了问题, 我知道我的伤病问题对他们的状态有所影响,但我希望他们能够找回状态去赢下比赛,并等待我的回归, 我会在伤病得到恢复后立马投入比赛,作为球队领袖,我必须站出来,我会带领球队前进, 我们依然有着夺冠的实力。 失去库里的勇士就相当于失去了主心股,但是在比赛中并不能完全依靠库里, 球队还是需要有其他球员能够站出来为库里分担,而库里因伤缺席的事情则会让球队因祸得福。 库里的得分能力和在困境时的大心脏表现,或多或少会让队友产生依赖的思想,认为遇到麻烦会有库里去解决。 在库里受伤后,当球队陷入困境时,也就只能自己站出来解决,而这也是对于他们的一种磨练,将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都能够独当一面。 在球队处于困境时都敢于站出来面对并解决,而经过这样锻炼后的勇士将更能打硬仗,在季后赛中会成为佼佼者的存在。 在当库里伤欲归来后,勇士也将再次吹向争冠反击号角。 勇士库里恢复良好,两周后重新评估,胡人浓眉情况不容乐观。 随着NBA常规赛的进行,NBA又迎来了一批伤病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勇士库里和胡人浓眉的伤势情况。 库里在12月15日勇士与步行者比赛中坚不受伤,因此他已经缺席了球队四场比赛。 勇士在库里缺席的四场比赛,只拿到了一胜三负的战绩。 本赛季库里为勇士出战26场,场均可以拿到30.0分6.6篮板6.8助攻1.0抢断。 球队目前暂时已15胜18负的战绩排名西部第11位,距离副加赛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好消息是库里的左肩伤势恢复良好,两周后将重新复场。 库里缺席的这两周比赛勇士将会有8场比赛,并且都是主场。 你们觉得勇士能拿到多少场胜利? 相较于勇士库里的伤势恢复比较好,胡人戴维斯的伤势就不容乐观了。 12月17日对决金一战,农眉在一次进攻中顶着约基奇完成上篮,但在起跳过程中碰到约基奇的腿,随后落地一拳一拐,虽然他坚持带上打完了上半场,但还是由于脚步不适,中场直接退出比赛。 农眉受伤后胡人打了4场比赛,在詹姆斯的带领下只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胡人目前13胜19负排在西部倒数第3,这个赛季胡人算是提前要结束了。 更不好的消息是农眉这伤势不容乐观,胡人最新更新的安东尼戴维斯伤情为右脚硬力性损伤,农眉将无限期确诊,然而让人不解的是明记OJ称农眉脚步疼痛在过去几天已消退,预计休息7到10天后再对伤情做进一步评估,两份不同的伤病结果也是让农眉的伤情扑朔迷离。 不论是胡人官方声明,还是医学专家的伤情预测,他们都提到了硬力性骨折,这种伤病并不会让人感到陌生,姚明就是因为硬力性骨折被迫提前退役,农眉也遇到了同样的伤情,接下来的治疗会非常关键。 农眉自从加入胡人以来,就没有打完一个完整的赛季过,2019到20赛季缺席了5场比赛,但胡人最终拿到了总冠军,2020到21赛季缺席了半数常规赛,在季后赛首轮就拉伤了,提前结束了赛季,2021到22赛季农眉缺席了35场常规赛,2022到23赛季,也就是本赛季农眉遭遇右脚硬力性损伤,归期未定。 这样的一受伤的戴维斯真的还有交易价值吗? 胡人本赛季大概率提前结束了,就看詹姆斯破纪录了,向胡人进入季后赛事之心妄想了,胡人管理层也很水,加上戴维斯受伤,詹姆斯老去,胡人已经不能说是豪门了,你们觉得了? 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咱们下期再见。